市長的手上 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 年度大獎的得獎者是 好 我們就直接宣布了 這個獎啊 這個是給了立方計畫空間 噪音翻圖 戰獲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恭喜得獎主 恭喜得獎者 我們很高興經過有這個獎的機會 可以讓這個 我們想講的話能夠傳播得更遠 更大聲 謝謝 我的契機是因為 底下社會觀而讓我有機會 面對 對不起 因為我從高中以後就沒有得過獎 這個 因為 這個就是年輕的時候在水晶上面工作 然後後來經營地下社會 現在當老師 然後剛好就是跟他們都蠻熟的 所以就把自己所學 所收藏 所聽的 跟所接觸到的朋友一起跟大家分享 造音翻圖展覽收集台灣戰後重要的 非主流次文化音樂 反映時代的聲音 策展團隊邀請音樂人何東宏共同策劃 他曾在水晶唱片擔任企劃 經歷新台語歌運動 創辦Lifehouse地下社會 提供他深度參與台灣本土音樂的經驗 所以其實造音翻圖這整個計劃 我覺得是這些人匯集起來的 而不是單一一個人或是單一一個空間 要做這樣的事情就能做得出來 造音翻圖展覽 凡廚六零七零年代的鄉土運動 民歌採集運動 校園民歌 解嚴政治上的變動 到九零年代各樣的次文化論述等音樂聲響 形成一場尋找自己的聲音文化展覽 他是從那個戰後的台灣的整個音響文化做觀察 包括這種現代台灣現代性的問題 或者台灣所面臨的一些政治社會問題 也就是說以前被認為是次文化的 或者不重要會主流的 他實際上也有一些自主性 從五間入選得獎作品脫穎而出 決勝團認為噪音翻圖帶有自省能力 帶領觀眾穿越錯綜複雜的歷史 重新觀看 聆聽台灣的聲音